生产出血性休克案例 所以我們每天定時的幫他做原始點的按摩 初期的時候剛開始我們是有給他喝那個我們用竹漿熬的薑汁 然後試著幫他配上一些的桂圓 可是那個對小朋友的眼可能也實在是太刺激了 所以他不太肯喝 然後就是喝的量很少很少幾乎沒什麼喝進去 那後來我們又再跟張醫師聯絡了之後就改成喝紅森 所以之後我們就是都是熬紅森給他喝 然後也有給他熱敷就是用紅豆袋熱敷這樣 只要在家裡的時候就都會幫他做熱敷 最近的一次是4月初的時候做檢查 他的兩個腎臟萎縮情形已經有改善了 然後肝腫大的情形也慢慢的逐漸好轉中 那之前的肝最嚴重的時候曾經腫到4.1公分 現在已經剩2公分距離正常已經就是越來越近了 因為當時的休克造成他的聽力受損很嚴重 我們也是三個月都有回去追蹤一次 那最近的一次5月4號回去追蹤 他的聽力有5到10分貝的些微的進步這樣子 那他的反應啊各方面也都比較好 那當時來的時候他的生長發育這些都是 比他從年紀的小朋友大概慢了3個月 那經過了這大概5個多月的把他做復健 還有把他做這些原始點的按摩 那現在已經幾乎要追上了 現在10個半月大 目前的發展大概是9個月到10個月之間 所以今天就是特地來跟張醫師說謝謝的 有五噹 五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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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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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